把床單收好再將枕頭壓平 簡單SOP成了觀光飯店心中的痛 因為缺工嚴重 不少高階主管幫忙打掃房間 就連總經理也得支援鋪床 像這樣子13坪大的客房 大約需要一個人半個鐘頭的時間 就能夠搞定 但是現在飯店業缺工相當的嚴重 大約突破萬人 因此交通部也來想方法幫幫忙 交通部長王國才松口正在討論 要把薪資補貼方案 納入擴大觀光客方案裡 試用時間長達一年 但疫情衝擊台灣三年 原本從事觀光旅遊業 很多人撐不下去 找轉職做外送或其他行業 還比較好賺 這回政府祭出誘因 人才願意回流嗎 飯店業的薪資都是偏低 所以有補貼的話 我覺得是滿大的一個誘因 沒辦法那麼彈性 對 就是 服務業就是人家休假的時候 你就是在上班 薪資通常都會有一些調整 長期在飯店業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會希望出去外面看看 自己從事的工作內容 可能會比較包山包海 然後分工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的細 曾經在飯店內工作 兩人都坦承薪水滴 加上工作量龐大 寒暑假忘記 一個人負責簽名旅客 見怪不怪 因此對業者而言 加薪補助很重要 首部將這筆費用運用再提升 提升飯店整體的薪資 然後還有增加飯店員工的福利 缺工狀況最嚴重的話 集中在現場基層的員工 包含房務員 還有餐廳的基層服務員工 還有廚房內部的員工 有薪資補貼當然樂觀其全 但補助多少錢 怎麼領怎麼申請 還得看具體政策能發揮多少效益 環宇新聞蔡宇智陳平珍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